嗨,大家好,我是高耀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叫《聪明人是怎样管理时间的》 时间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样东西 不管你是高富帅或是穷爱错 他都是不拼不倚,一视同仁 如果想要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 那么学会怎样的管理自己的时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曾经也是由于没有在管理时间这方面做到很好 让自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视频的后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 在日常的工作中你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体会 感觉自己一天匆匆忙忙活急活了 港东港西 感觉自己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当时到头还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 感觉其实自己一天到头没有做什么真正的重要的事情对自己来说 这就是这本书开头里面所给大家来介绍的 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要做重要的事情 不要做紧急的事情 这在我的工作日常工作中 以前的日常工作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上的误区 我开工厂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 我在米兰2011年开始开的第一家工厂 然后由于也是时间管理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等于是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累 也就是自己的工作重点没有抓好 因为自己的工作重心没有抓好 以至于急于忙于去处理一些感觉比较紧急 但是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让那些事情占据自己的大部分的时间 这样就消耗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体力 还占据自己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让自己接下去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可以说是你自己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这是别人无法接受的一些事情 像这本书里提到的时间管理的精髓 我给大家来念一下 时间管理的精髓在于由主次之分设定忧心顺序 即把要做的事情分成等级和类别 先做最重要的事再做次要的事 忧心保证最重要的事情的时间 就能忧心保证做好最重要的工作 从而能够从大局上控制时间的价值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尤其重要 对时间管理这个概念对管理人员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这本书里面把我们日常的工作中的事情分为四个区块 第一种就是既重要又紧急 这是忧心处理的 像它里面写的忧心等级最高的 既重要又紧急 第二个重要但是不紧急的 这是一种属于规划性的一些有战略性的就是长期的 比方说一个季度性的凝度性的一些计划需要去规划的一些东西 其实对于管理者来说不管你是在管理的哪一个阶层 抓住的是前面两顶 既重要又紧急 这是就是马上要足手去处理的一个事情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分类的事情 第二个重要但是不紧急 这是可以在处理完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之后 回过头来去规划的一个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让对于我以前来说 就是事情没有分好主次的关系 把事情混为一团 然后把自己搞得非常 以至于自己体力消耗非常大 然后出现静堪的问题 所以说把事情主次分明 然后它的重要性分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有做重要的事情 这么一个观念 观念的一个转变 而不是先从小事情 做手让自己获得满足感 成就感之后 然后再去做更重要 更困难的事情 它这里还有一段期待 不值得做的事 会让你误以为自己完成了某些事情 你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得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丝自我安慰 和虚放的满足感 当梦醒后 你会发现该做的事 一定都没有做 自己却已经疲惫不堪 这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工作状态 我以前在米兰开工厂的时候 开了好几年 开了五六年 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于以前我工作 我没有分清主次 设定忧心顺序 给我的工作带来非常大的负担 以至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出现问题之后 然后忍痛 腰掌 就是价格上卖掉了自己的公司 忍痛卖掉了自己的公司 我以前在米兰开工厂的时候 由于送货拿货是我的本分 我完成了这两件事情之后 然后做模特的时候 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这是我需要完成的 但是在日常工作中 由于有受药急在交货 比方说油漆去不出来 自己赶紧去帮忙油漆 撤不出来赶紧又去那里搞一下 然后手工做不出来 然后又去帮忙手工搞一下 就是自己到处跑 到处跑 就是工厂满天飞 哪里需要 我就去哪里 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说的 救火队长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呢 如果我把精力都放成 放到零零碎碎的那些事情当中 自己的主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就落下了 就是做模特 做模特 由于模特的你如果不做出来 就没有定当 所以做模特 这是一个极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因为交货时间在急 由于自己把大量的时间 花在这些兵兵嚼嚼的事情 把做模特这件事情的时间 挤压得非常的少 到自己开始做模特的时候 已经是时间已经非常少 所以又经常的熬夜 加班 有时候甚至通宵 就是那时候的自己就没有反应过来 没有这个时间观念 就没有没有这种概念 那些紧急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调度好的 安排好的 或者多交货工人 或者把一些事情 把一些权力下放 一些骨干的工人 都是可以完成的 自己去抓重点 抓住模特 就是跟上面的业务来往 来往 上面的公司 我现在想想 就是那时候是非常的糟糕 在广里 在上面没有组次自分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没有抓重点 然后后来我为什么 在这边的话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本书是我前个星期才到手的 就是电子书 才开始开始阅读 我一看这里面说的不就是曾经的我吗 它里面也有讲一个故事 就是讲一个部门经理 也是像我这样子 就是处理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 然后把自己主要的工作给耽误了 没有做好 就是这样子 由于因缘际飞的一个机会 我到了佛罗伦萨这边又开了工厂之后 我就慢慢的有些事情就下放 自己装抓 做模特 或者是有包包修理的 就是自己非你做不可的 非非我自己做不可的事情 心就是要逼迫自己 一定要先把它干了 这样子然后有多余下的时间 再去干别的 彬彬彬彬彬的事情 其他需要我帮忙的事情 或者说把一些权力下放 下放给你的下属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这是这本书前面它提到的就是 做事情要主次分明 然后要有忧心顺序 然后要做重要的事 而不是紧急的事情 这本书的后面还提到 八个技巧和十个习惯 后面的视频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大家今天就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和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共同进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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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